我真的很好 我现在除了你们听我声音哑哑的以外 其实我都很正常 我也没有头痛 我也没有发烧了 然后我鼻水道流已经很舒缓了 我真的很OK 我娃跳跳好吗 然后确诊呢也不用担心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请你们记得一定要打三剂疫苗 礼拜天的时候 裁剑一样还是阴性的 那礼拜一 在裁剪就已经是 就是快筛就已经是两条线了 就是有 第二条线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它就是看得出来 它就是有两条了 那我就马上跟制作单位讲 我就离开了 我就赶快回家 今天早上六点我就打去福大 然后我就去医院了 那也进行了一个PCR的裁剪动作 那后来下午 大概三十四点吧 我就收到讯息了 收到福大医院的兴许 就是确认我那个PCR的检验是阳性的 那医生有自己打电话给我 就是福大医院的有一个蔡医师 非常非常的温柔 我在这边很谢谢他 就是让我克服很多恐惧 他就打给我 就跟我说 我的CT值是22.16 其实像我自己的感受是确诊 确诊的症状就是 重感冒的可能十倍吧 就是你平常重感冒的那种感受 可能比水 因为我通常都会比水倒流嘛 那我比水倒流可能就是 比平常更严重的十倍这样子 我真的很好 我现在除了你们听我声音哑哑的以外 其实我都很正常 我也没有头痛 我也没有发烧了 然后我比水倒流已经很舒缓了 真的很OK 我哇跳跳好吗 然后确诊呢也不用担心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请你们记得 一定要打三剂疫苗 其实我完成三剂疫苗的时间 都是很精准的 我前两剂是打AZ 第三剂是打莫德纳 我觉得其实疫情就是 小朋友比较危险一点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配打 那个疫苗的部分 然后有一些国中生高中生 他马上是只有打两剂 所以我觉得说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它就是发生了 那发生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的 我们就是像我今天去福当医院 医生还有特别的问我说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然后需要开药给我嘛 我都觉得这些医护人员 还有包含我今天接到警察局的电话 卫生局的电话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而且我真的 我只要每跟他们讲完一通电话 我都很真心诚意的跟他们说谢谢 真的很辛苦他们 请各位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外出 然后只要出门就是佩戴口罩 如果你买不到N95口罩的话 那一般的医疗口罩 我也是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 就戴个两层吧 我自己会这样做 谢谢大家 叫我找日康复 我都看到了 然后你们也看到我现在样子 其实我是很OK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我一定要这个裁剪过关 我才会出这个家门